Hello everybody,我是Robin 歡迎回到我們的租客小教室 為了防止你的房子被破壞 為了守護你租客們的和平 我們這一集要來告訴你 如何去過濾你的房客的好壞 讓你不再遇到不好的房客 那首先呢,就是在聯絡之中 先了解對方的為人 通常你在帶房客看房之前 你一定會在某個管道上跟他做聯絡 那不論是從591 或是你在F1上看登廣告 他直接可能失訊你等等 不論如何,你們一定會有個溝通的過程 那他在溝通的過程中 首先他是手有禮貌 給你的感覺良好 如果他可能一開始就很不禮貌 就說他連請謝謝什麼的都不說 他就直接說能不能看房之類的 就是很粗魯的各種感覺 跟你感覺很差的話 基本上這種房客最好就不要接了 除此之外呢,更進階的是說 通常假設你是個很有 責任感的房東的話 其實你的刊登出去的資訊 通常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詳細 所以當這個房客 可能在溝通的過程中 還想要問你一些 你已經刊登出去過的資訊的話 那就表示說他可能沒有特別的 在細心的看你所刺出的資訊 那這一點上你可能就 給他一點疑問是說 他是不是有認真在找房子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呢,就是很多房東其實都會做的 就是了解房客的經濟狀況 那房客的身份百百種呢 有可能是學生啊,什麼研究生啊 上班族啊,或是可能 他上班的時間點比較 不是朝九晚五行的,可能是大夜班啊等等 那不論如何 身為屋主了,你其實要在意的就只有幾件事情 首先是他腳不腳要出房租 和他的作息會不會影響到其他房客 如果他是處在一個有可能會影響到其他房客的空間的話 不一定要詳細的 直接知道他的工作本身是什麼 但至少要知道說 可能他的工作是穩定的 他不會突然沒有工作 然後導致你會收不到房租,收不到房租 導致最後要毀約等等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判斷呢 其實一來你可以透過話語的去判斷 就是說去詢問一下他的工作啊 然後稍微聊一下他的工作內容啊 因為房客其實心目中也會知道說 屋主會問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他們也都會準備好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並不是說不能回答的 如果房客不願意回答這種問題的話 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 那有些屋主甚至會希望 房客去提供名片 這也或許是一種做法 這是關於經濟能力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作息的問題 那基本上我們自己在處理 作息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會考慮到 目前房客就其他室友的狀況 當這個房客他 作息很明顯是比較 屬於晚上出沒類型的話 其實我們不會特別禁止他 不租給他這樣子 但我們會特別告知他說 不要打到其他室友 如果他能準確的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會介意 但就是要稍微去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屬於那種 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人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房客屬不屬於你心目中的屬性 那什麼意思叫屬性呢 就是說你這個房子 你可能心目中就已經想好說要租給誰了 可能是學生啊 可能是家庭啊 可能是有洋寵物或沒洋寵物的啊 所以這些都是你可能在一開始出租的時候 你心目中就可以設好屬性的 覺得說你自己的房子適合什麼人 所以一開始可能房客打電話過來 或是聯絡過來跟你接觸的時候 你一開始就會透過這幾個方向去跟他做回絕 那這幾個方向分別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之後再做影片解釋 但不論是哪種屬性 其實他並沒有特別說哪種屬性是比較好的 只是各有不同的優缺點和可能性而已 那最後呢就是現場代看啦 現場代看其實是在所有我們剛說的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嘛 你其實透過面對面才能真正的認識到這個人 那首先你看到這個人 其實最重要當然就是禮貌 禮不禮貌這件事情非常影響 房客是不是一個好房客 如果他一見面就給你感覺他不是個很有禮貌 就是不怎麼離餐你的人 那其實他有問題的機率也蠻高的 那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可能要看穿著 我們看房不一定要像面試一樣這麼嚴肅 但是如果他穿的很拉哩邋遢 假腳拖等等的很就是比較隨便的話 其實也會覺得說可能即使他真的基金能力沒有問題 但他住進來可能會也會讓你的房子看起來很隨便 那或許也不是你想要的 再來可能就是他的談吐問題了 這種東西就是蠻看一個感覺 就是說他談吐跟禮貌不太一樣 禮貌其實是大部分人都做得到 但所謂的談吐可能有點說教養也不一定是教養 但是就是感覺說這個人是不是很真誠 你在跟他對話的途中 你有沒有感受到說他是個不會把你房子弄亂 然後也會好好繳房租 即使他繳不出來他也會想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不會去拖延的這種人 第三點這個人其實是可遇不可求 但如果你真的有感受到說這個人是這種存在的話 那你最好好好把握他 他會是你一個長期的一個好房客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每週三和每週日 晚上七點都會發上新影片 所以請定時追蹤 那同時我們也有開心的IG 有興趣的也有上去追蹤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集結束 字幕志願